您好,欢迎收看6月2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移除未来种植物又可以当作燃料来使用一举束得 花莲领馆处和第九核酸局和台泥花莲和平场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未来在花莲领馆处会在九核局核酸地移除的外来种银河欢 把它提供给台泥和平场当作是燃料来使用 既可以完全解除银河欢的危害,还可以当作替代燃料 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功能 外来种植物银河欢在台湾迅速蔓延 光是东台湾就已经有超过500公顷的生长面积 尤其以河川地和国有林地为主要的区域 近年来林物局和河川局合作积极展开移除作业 去年花莲领馆处和台泥花莲场更想到了一个合作方式 要把银河欢转作为燃料 既可以完全解除银河欢的危害,又可以当作替代燃料一举多得 那在去年有个契机,台泥在他们的厂里面 因为他们在制作水泥嘛,那要用燃料 那用燃料的情况之下,他想要用一些这些 如果是我们废弃,本来废弃不要要花权去处理的 这些银河欢的物种植物 他能够拿来变成燃料,把它燃烧进去 就变成他这个资源可以合理的使用 变成在循环没有,不会浪费 那也可以让他生产出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 在这种契机之下,我们跟九合局 跟台泥,我们就合作 来谈这个这样资源的合理使用 6月26号上午花莲领馆处 第九合川局和台泥花莲场签署合作备忘录 要共同来执行这项跨域合作任务 那大家知道我们九合局管的就是合黄安全 那我记得我去年7月1号来,同仁带我去木瓜西 看的是自学旁边的一块的一个地 高天地的整个 真的当初是光秃秃喔 我前几个月不到一年,前几个月去看 哇,那个银河欢长得真的非常茂盛 所以这个银河欢外来种,它真的是耐旱 它增长又快,然后它又排他性很强 只要有银河欢的地方的话,几乎其他的植物都很难增长 另外一个最头痛的是,它真的没有什么病虫害 所以我们合川局管的花莲西或是秀布莱西 两条大河里面真的很多都被银河欢侵略了 我们也愿意协助足理,这个待地的一些的银河欢 那我们从各工地载移到回来以后呢 就如我刚刚助长说的,那个助长说的 那载过来以后呢,我们用以去替代我们这个煤炭的使用 作为我们这个烧制水泥的一个替代的燃料 一方面它可以减少煤炭的使用 就相对于是做所谓的减碳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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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去化的一个工作 而第二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银河它这种树种它很容易 掩埋的话很容易在上面的草种,马上就 种子就翻炎了,唯一就是只有直接用 造索是烧掉的,然后它直接灭掉以后 才有办法真正的根据 花莲领馆处表示,针对外来种的植物 例如小花曼泽兰已经开发做成民生商品 减轻环境的危害 现在又要把银河欢当作是燃料供水泥厂来使用 更是达到废物再利用,以及降低碳排放的目标 还可以有效来跟除银河欢 未来也希望有更多单位共同加入 一起来守护台湾原始生态环境,保护国土安全 却旅会幻视报道